把音量挑小点兄弟们 我又来玩黑幕生存了 太恐怖了 这个模式里边我跟你们讲啊 数据包导致我连死亡不掉落都没办法开 今天我音质也检查好了 昨天给我吓的 连那个麦克风都选错了 音质都昨天视频不太好 咱们今天应该就没什么问题了 那边没东西吧 那啥呀 猪 哎猪肉兄弟们 我拿个猪肉应该不会把我吓着吧 我离远点 什么难道又在某一个角落有什么东西 别吓我啊 别吓我 咱不能被黑幕干掉 如果被黑幕干掉的话 我们这东西也没了 哎等等 我床呢 我带着床走吧兄弟们 我带着床走吧 咱家是不是在这个位置 如果没有床的话 我没法远行 因为没有死亡不掉落 也不能加死亡不掉落的mode 所以导致我们必须得带着床走 我床是不是在这个位置 他们应该不会回来找我吧 只要我走得够远 哎 这也不是 哎 我家呢 哦 我应该已经走出一段距离了 对 然后回到家里以后 我再给他来个反 为什么会有玻璃 打碎 这个矿洞我记得 咱家就在前面了兄弟们 喜欢这个系列的小伙伴们 可以点赞关注啊 先评后看养成习惯 哪怕一个表情包 也能为叶峰增加点播放量 好 找到了 这里应该就是我家了 家里还有 还有一头猪 卡罗啊 小猪猪 把肉浇出来 找到了找到了 前面那棵树就是我家了 就在那 走 到家把床拿走以后 我们直接随机传送 这个数据包 据说是可以跟着这个玩家跑 好 回家 好 床拿上 然后甘蔗拿上 羊毛 红石锅马拿上 龙炉咱也拿上吧 箱子 箱子咱也拿上吧 虽然说现在不定家 但是以后我们肯定要定一个家呀 这外边是天黑了吗 天黑了 又要睡觉了 兄弟们 我不会一会睡觉 他又要给我来一下子吧 换一个新狗 咱们换一个新狗 带俩箱子就行了 把床放下 咱先睡一觉 来口羊肉 该睡觉了 别过来啊 别看我 哇 真的来了 我已经不害怕了 我没有低头 我没有低头 零名玩家已入睡 这是哪儿 这是什么地方 这是 铁链 红石火把不让打兄弟们 火把也不让打 别搞我 别搞我 我不往下看 我往下看 好像什么都没有 怎么回事 什么情况 全是红石火把 应该没什么东西吧 我就觉得他最后要吓我 回来了 天还是亮的 雨天出去 应该不会有什么 什么什么坏事吧 我站门口待会 应该不会有什么东西吧 没有 回家 回头继续睡觉 别过来 别过来 哥们别过来 他来了吗兄弟们 告诉我他来了吗 打在屏幕上 这啥呀 诶我的 这什么 我能打 我把黑幕干掉了 是这意思吗 诶 我到底是干掉了还是没干掉了 好像干掉了 难道从现在开始 我算是通关了吗 兄弟们 既然如此 我还怕什么 走 带着床 黑幕都被我干掉了 奈我何 我就问一下你们 真的是 这是 哈哈哈哈 你看